卡带三家族或许对东方人来说并不熟悉 但是卡带三家族可是红遍全欧美区域的大网红 那名声仅次于罗斯柴尔的洛克菲勒家族 那卡带三家族的崛起离不开家中非常关键的人物 金卡带三 每件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 金卡带三是如何从丑小鸭华丽转身成为身价千万的超级富豪 这集的特调就来聊聊抓马女王金卡带三 今年42岁的小金出世于遥远的自由国度 美国加州洛杉矶的某一处小镇 那老爸是一名律师兼企业家 老妈则是吃饱没有事做的八卦师奶 不过小金的父母因为小金的妈金妈出轨 而在小金12岁的时候就已经离婚了 那小金的老爸正是鼎鼎大名的罗伯特卡带三 那据说轰动全美的辛普森案就是小金的老爸 老罗伯特 当任辛普森辩护团队全权代表 那时候的社会气氛几乎是全程废的 许多人认为辛普森就是此案的祸首 作为辛普森辩护律师的老罗伯特 都被塑造成为父不仁的律师大反派 那上车初中的小金因为爸爸的名声不好而饱受同学欺负 小金很难过 也非常讨厌自己名字上的卡带三姓氏 不过金妈有不同的见解 金妈意识到卡带三这个姓氏 因为潜伏的案子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 秉持着趁热度也是一种跃升到上流社会的手段 金妈就吩咐小金保留卡带三这个姓氏 那果然当时只有16岁的小金 因为爸爸的姓氏成了大众关注的焦点 然而可能是因为受不了狗仔队一直跟踪小金的行踪 小金只好错学 然后待在家里三个月避避风头 而在家里没事做的小金经过金妈的介绍 去了一家服装店打工 而就在这时候啊 小金就遇上了足以改变他命运的贵人 那当时候还在服装店打工的小金 遇上了希尔顿集团的大千金小西啦 那小西在服装店那土豪挥霍的作派 让小金非常的折服 眼睛都不眨的小西竟然服装店就是一阵买买买 那小金心想啊 多么希望自己也可以像小西那一样 实现穿衣自由的梦想啊 那小金胆处处的向前和小西搭话 本来就是要找嘎嘎的小西 也看到小金那土气的穿着 符合他招聘用人的标准 就招聘小金加入他的团队 每个月的实习费啊 也就只有300块美元 有时小金还要挨方便面度日 但是性格坚韧的小金想到可以和小西这类 顶级名媛混也是非常值得啊 长期待在小西身边的小金学到了许多炒作的方法 那希望可以在对的时机可以一炮成名 脱离小西的影子 那小金也想起了金妈常常对他说的话 那自黑也是一种让自己成名的方式 本来就有小有名气的小金 也就在2007年的一个春天 迎来了足以改变人生轨迹的事件 那在小金还是小西的嘎嘎的时候 嫁了一个小歌手男友 小姐姐啦 那两人因情到浓时 就在床上咔咔咔 叉叉叉 那小姐姐为了纪念两人的床祭 就和小金自导自拍自演了一出人妻欲求不满系列 过了一阵子之后啊 小姐姐据说因为欠下了巨额欠款 不得已把小金的人妻欲求不满系列 卖给了成人影片公司来偿还自己的债务 那据说成人电影公司为了提高小影片的销售量 特意的在封面上加了小金的名字 那八卦媒体知道这件事情过后啊 就大肆报道小金的新闻啦 小金非常的生气 直接和成人公司索要500万的索偿费 但是想起了金妈的吩咐 紫黑也是一种成名的方法啊 就私底下和影片公司达成了某种协议 那这小影片也就默默的被允许在市面上销售啦 当时的报纸电视都被小金的消息啊 塞到满满小金看到时机已到 已经人了很久的小金就对外宣布和小夕绝交 来个华丽转身 那金麦知道经过了小金的小影片过后啊 家族的声望和身价也会水涨船高 就找来了导演监制 韦奇家族搞的一个真人节目 与卡代山同行这档节目就在小金的小影片 曝光的三个礼拜后正式播出 与卡代山家族同行这档真人秀 据说播出的一个礼拜后获得大量的关注 那一向非常注重饮食的美国社会 也喜欢起了八卦别人的饮食 改变了许多人摄取娱乐的方式 那金麦也敏锐的发现到流量背后巨大的商业价值 就索性和监制导演说 只要卡代山家族还活着 那这档节目就要一直继续演下去 虽然导演监制很泛满 但是爱与卡代山家族能带来巨大的流量啊 就索性一条路走到黑 把所有的节目给停了 专门做与卡代山家族同行这档节目的剪制导演 小金也非常的敬业 为了这档节目可以一直火下去 不惜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了大刀破斧的改造 那首先小金花重金对嘴唇和臀部进行了脂肪填充 那张腊肠嘴和东方人很难理解的臀部 引来了美国湘民的热烈讨论 那些的湘民表示难以接受啊 纷纷上到电视台投诉小金的臀部太大了 会影响女生的审美标准 那电视台也表示深感遗憾 但是转过身就把节目的时长 从每一集的21分钟延长到了44分钟 美国湘民虽然嘴上说要抵制与卡带山同行这档节目 但是又抵挡不了卡带山家族之间的爱恨金仇 毕竟人家的隐私还是美国湘民的最爱啊 边看边骂生活还是美之之 那这档节目就是卡带山家族的印钞机 每一集要价5万美元 而且还不包括其他特约嘉宾 保守估计啊 光是小金的出演费 一集就能拿到7万美元 那卡带山家族还有其他衍生小节目 那其家庭成员每月作收10万美元 绝对不是问题啊 时间来到了2012年 正好赶上了instagram爆发的年代 小金敏锐地发现到流量大爆发会在instagram发生 于是就开了自己的instagram账号 粉丝数量也一夜之间就飙涨了3亿3千万 超越了美国总人口 那小金也知道话题永远是最好的流量来源 就把drama从电视节目转战到instagram 各种家庭纠纷、炫富、作奸都放在instagram 许多乡民纷纷大骂小金就是一个爱搞事的家伙 但是小金才不管呢 流量才是他们生存的来源嘛 小金想起了金妈的金句 自黑也是一种得到关注的手段 不然大牌厂商怎么找到他们呢 果不其然 许多大牌厂商也纷纷找小金代言他们的产品啊 除此之外小金也因为得到大量的关注 开始推出自己的美妆品牌 手机壳 甚至自己的同款手游 本来就是个丑小鸭的小金 经过了一系列的自黑和努力 小金华丽转身成为了身价2800万美元的超级富婆 许多美国少女看到小金的巨大成功 纷纷效仿小金的成名策略 Instagram用户也在2012年的5000万用户 狂飙到2022年的10亿大关啊 那网络流量更是达到了接近天文数字 小金这番操作也间接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 许多年轻人看到了 摆脱自身阶层的大盗纷纷投入当网美KOL 希望在人群中可以脱颖而出 摆脱996007的老鼠圈套啊 那小金靠着制造绯闻闹剧而成名 在马来西亚也是有许多人做着和小金一样的事情啊 从大马中文YouTube圈子到大马政坛 其实都有类似卡带山闹剧的影子 大马中文YouTube圈子制造绯闻是为了增加更多的话题 从而让商家愿意掏钱给他们做营销 而大马政坛闹剧则是为了选票而制造出来的 那这两个圈子制造绯闻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 终极目的啊都是为了追逐物质上的享受 接铃还需戏林人 想要终止这些闹剧的发生啊 观众才是戏林人 只要观众不关注这些闹剧 制造闹剧的人也没有诱因继续制造话题 而真正做内容的人才有被人们看到的机会 这也是没有发现的事 小事的背后隐藏的巨大的关系 我们下集见